第一莫着空 能大师特别交代 修行人若执着 什么都是空这个观念 若空心静坐 极着无忌空 有一类修行人 听到一半就说我懂了 原来是什么都没有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什么都不要了 于是门一关 空心静坐 把心里面这些观念 自己认为都空掉了 静坐 自己认为这样心就能静下来 也确实 我用这方法达到静心的效果 什么都空了 心静下来了 事实上呢 事实上这叫外道定 但是很多修行人在这么做 能大师在后面 专门治这个病 着空的病专门治 很多人说 不就是要静心吗 修行不就是要静心吗 要空其心吗 这是对治 凡夫众生对有的执着 所以才说空 如果执着地认为 这空是个境界 那即着无忌空 什么叫无忌 我们讲有三种业 善业恶业和无忌业 前面说到不失善不失恶 这依然是为了破 一般人思维常常落在善恶两边 这个执着 那如果执着地认为 那就是善也不要 恶也不要 那我就呆呆地坐那里 什么都不想 我的心就静了 很多修行人这么修哦 这么修会修出个什么呢 修到最后无忌空 入无想定 这是最高成就 什么叫无想定啊 他的一切想法 他认为已经不起作用了 实际上呢 他有一个无想的观念 他是用这个无想的观念入定的 无忌空 就是此地说的无忌空的观念 就是刚才说的 空嘛 反正什么都没有了 作为自信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那不说了吗 无有一法可得 这说法都是方便 是为破我们曾经的执着 曾经执着破了 新的观念又建立了 那不行还得打破 破到无可破处 一须破去 这就是过去禅宗祖师讲的 百吃干头还要再进一步 就是我已经走到无路可走了 前面是悬崖了 不行再走一步 那摔死怎么办呢 摔死就摔死吧 摔死的意思就是 我们总认为有个东西抓住才行 现在没东西可抓 我们害怕了 这就是凡夫执着的习惯 我执和法执 反正我们得有个东西 哪怕这个东西不是东西 我们就抓住那个不是东西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容易出一个坑 再跳进另外一个坑 所以能大师 这说法很善巧 其实这是金刚经上的模式 佛说一法 然后后面再加以粉碎 最后才总结 很多人看了就糊涂了 前面说是 后面说非 最后又说是 有个教授我看了金刚经 就下了这样的评论 说这释迦牟尼佛是不是有问题 讲来讲去等于什么也没讲 讲来讲去好像两桶水倒来倒去 讲什么好像什么也没讲 他用自己相对的观念去理解 不失意境界 怎么可能呢 我们也是这样 不要用一个观念代替另外一个观念